三个假斗人车套装放在一起 有一点酷啊 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去年9月份跟兄弟们介绍了这款 真骨雕假斗 还有它的两辆机车 反响是相当的不错啊 然后很多朋友说 刘哥 真骨雕假斗出了一个KO的版本 能不能做一个正道版的对比呢 没有问题 我也正有此意 所以说呢 花60块钱 拿下了这个KO的版本 正好 我还有一辆 SHF的版本 一人骑一辆 感觉很不错哦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我花19块钱 又买了一个假斗跟机车的套装 19块钱 兄弟们 你们没有听错 这个机车居然做的不错 今天就来对比一下 930块钱 60块钱 19块钱 三个版本 到底差距有多大 希望兄弟们 多多三连 支援微波哦 好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60块钱KO的版本 首先盒子呢 除了这边 没有标志之外啊 其实图案包括颜色 真的还是挺像的 包括旁边 烫银 还有背后的图案 哇塞 这一次这个KO 我觉得有点狠啊 比之前的什么 真骨雕的奥特曼 感觉来的更加的猛一些哦 主体在第一层 第二层 苦无枪 苦无刀 也是三对半的造型手啊 其中一个手 你看飞到上面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60块钱的版本 便宜 这么多 你 哎 这个手也 也过松掉了吧 但是这个是没有断的啊 但是非常非常松啊 另外一边手臂呢 也是有点松的 不过它的下半身松紧度 还是比较OK啊 跟正版的手感呢 差异度不算非常的大 然后呢 整个漆面方面 不得不说啊 它这个感觉 哦 这个一个大毛边 能够很明显啊 但是你看 这个复眼的细节 包括胸口位置 这块红色的金属漆 还可以啊 然后胸口这个装甲呢 也是可以爆开来的 这点跟正版是一样的 然后我记得正版这边 好像腹部也是可以挑起来 对对对 这个可以防止 哎 但是它好像没有正版 挑的那么高啊 所以你看 在弯腰的时候呢 是会碰到这边的腰带了 然后呢 说到这个腰带啊 可以看到 独角线的脚是歪的 腰带呢 也显得比较的low啊 所以说这里还是一眼甲 但是上半身 如果只看这里的话 哇塞 这个还原度是可以啊 在这边银色的漆面 有很多的瑕疵 包括这里都是非常肉的 你看哇 这个手臂上面 银色漆面做的不好啊 包括这里 腿部等等的 这里也是各种的划痕 但是红色漆面 做的真心可以啊 来兄弟们 只看上半身的话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呢 左边真的打一 右边真的打二 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 三二一 揭晓答案 我也要看一下啊 右边 右边是真的 有没有猜错的 拉近点给兄弟们看啊 记住右边是真的 左边是假的啊 先来看一下头雕 正面来看 包括侧面来看 相似度真的很高啊 不过盗版 黑色的漆面 有一些越界 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放到后方来看一下 你看正版这边 是完全没有越界的 盗版这边呢 明显涂出来了 胸口金属 红漆的涂装 两指之间真的是 哇 甚至好像这个 KO的版本 红色好像更正啊 因为我这款 买的是二手 所以说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一些掉漆的 这里 盗版很明显 大量的掉漆 正版是没有的 腰带就更加明显了 你看盗版是 糊成一团啊 独角现在脚都歪了 那正版呢 明显是没有任何问题 下半身的相似度啊 也是很高的 那么区别就在于 银色漆面 可以看到 KO的版本 是比较糟糕的涂装 那么正版还是不错的 关节方面呢 就是两个手臂 特别是左臂 非常的松 松到简直离谱了 然后呢 头部转起来 阻力感是很舒服的 胸腰位置也是 下半身啊 也都是啊 就这个两个手 真的是很糟糕 其余的部分 真心的还可以 配件方面 首先苦无刀 一眼就能看出来 右边这个明显是盗版的 因为这边你看 掉漆特别的明显 特别是翻到背面来 哇塞 这边一整块都掉漆了 而这边正版的 涂装还是不错的 而苦无枪呢 质感方面还不错 但是很明显 你看正版这里 是有两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东西 这个盗版居然是没有的 这个是我中奖了吗 还是说都没有啊 有买过这款的兄弟 告诉我一下啊 手型的话 左边正版 右边盗版 好像差异度也不算是 哦 这边里面的红色漆面啊 明显是正版图的更加好了 最后 让我们正盗版的假斗啊 都骑上机车吧 之前这个SHF的机车呢 正好多出来了 60块钱的版本 有用武之地了 这个样子骑上去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帅的 那么接下来 来看一下 19块钱的版本 究竟表现如何了 那么这个19块钱的版本的 名字叫做 超能骑士火龙勇士啊 然后呢 这个机车呢 看看到底能不能够报价 如果19块钱能报价 那真的是颠覆了 哎呦 你看 这边后面 Cast Off也都能做得出来啊 不会吧 19块钱版本 真的能报价吗 赶紧打开来看一下 哇塞 这个机车已经出来了 兄弟们先来看一下 毕竟是19块钱的版本 看看这个上面的 红漆的涂装 就完全不能够跟刚才那个60块钱的版本能够比了 这里还掉了 应该是 哦 这个地方 直接插回去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哎 后面这个 并没有按钮啊 那这个机车呢 很明显 就是盗版这个 之前介绍过的300块钱的DX版本 可以看到 造型方面 包括尺寸方面 完全是一样的 那细节涂装肯定是没办法比了 这款万代的DX版本 你看 涂装是比较细腻的 那再来看一下 这个跟狗啃一样的这种细节啊 重量方面差得非常远啊 这款是很重的 那这款呢 是非常垃圾的 然后这款呢 之前演示过 再来演示一下 后面按一下 Cast Off 兄弟们看好了 一二 哇 真的是非常的帅啊 而这款呢 首先这个自动的这个爆甲 肯定就没有了 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哎呦 它还是可以打开来的 果然是可以打开啊 哇 拔出来了 没有问题 然后 哎呀 前方这里也做出来 兄弟们 它就是除了那个 自动爆甲 那个功能 没有做出来 毕竟19块钱嘛 但是你看 它这个前面跟长矛一样的东西 也是能够伸出来的 然后这个轮子呢 当然也可以展开来 不过正版这里啊 你看 还有一个往上提的 这样一个关节 所以说它整个啊 更加还原剧终的形象 整个车呢 车头是往下倾斜的 不过这款倒版的版本 好像就没有这个了 就是它就只能直愣愣的 这样子伸出来 这边也能够变成 三轮车倒骑驴的模式 旋转出来 好像也还可以哦 再来看一下 它里面所带的这个 这个是甲斗吗 还是说它自己魔改的 高度是16公分啊 然后呢 这边你看 真骨雕放在一起 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大概高了0.5公分左右吧 这个它是盗版的 哪个模具啊 是不是就是直接 DX里面本来就附带的 甲斗那个模具 它直接倒过来啊 这个懂的兄弟 麻烦告诉我一下 然后呢 360度旋转兄弟们看到了 这个做的反正是 非常的垃圾地毯 但是还是那句话 19块钱 还要啥自行车呢 手肘是可以弯曲到 不到90度 这边360度旋转 头呢 能够进行大概 60度左右的旋转 腿部的话 哇 这个不敢乱动啊 前踢还是挺紧的 膝盖弯曲 腿部侧踢 大概是60度左右 来赶紧让它上一下摩托 看看是怎么样 哇 这个脚正好能够踩下来 果然啊 DX版本 它本来附带的人偶 应该就是这个尺寸啊 不过它这个手 不能够往内旋转啊 那只能这样子握着 握把了 这个样子呢 就有点蠢了 不过还好 它黑黑的手 远看还行 哇塞 兄弟们 19块钱的版本 骑上机车之后 感觉好像还不错 突然间觉得 这个19块钱 花的也蛮值得特别 如果你不想要花 三四百块钱 买机车的话 其实19块钱的这个版本 远远看过去 还是可以的 最后 我们把三个假斗的人车组啊 全部都放在一起 你还别说 这一幕怎么看起来 有一点屌呢 如果兄弟们喜欢这种 正道版的对比视频啊 记得多多点赞 三连支援我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